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當我眼睛慢慢睜開 是你的關懷 無言沉默之中 你必須要離開 沒有宇宙的表白 來不及逃開 只想和你以為 即使必須無情等待 一直堅信真愛的存在 不會更改 時間距離無法隔開 對你的愛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依然等待 我從來不敢期許未來 多少無奈 在你我之間見不斷 離不開 離不開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願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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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在這裡 很適合 這裡是我 親朋友 幫我找的房子 你看怎麼樣 蠻好 哦 我不要住在这里 这里太旧了 而且非常的小 没有我们以前住的别墅这么舒服 严洁 乖 我们现在王家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就住这儿吧 严洁 别乱说话 妈 那我们要不要将现在的情形告诉少林 不用 不用 让他专心念书吧 那爸他 别提你爸爸 少华 放心吧 我们就住这儿 可是 记着 我们自己一定要争气 我会的 妈 我明天就出去找工作 严洁 帮我妈拿行李 妈 你哥就行了 没事 喂 喂 女人 你哥 可以吗 我是不是 我 不是 不是 我 我 不是 你说 你醒了 怎么样 我 我什么的 我意外 光耀 我想去你们公司找你 我想跟你当面道歉 可是 看到很多人进去你们公司 而后 你一个人走出来了 我看着你 却又不敢叫你 结果你走到一半昏倒在地上 我是赶 赶紧叫了救护车 才把你送到医院的 是啊 我头好晕啊 我没劲 我 我怎么 我起不来 怎么回事 光耀 你昏迷了好几天 医生说 医生说你还在危险期 所以我一步都不敢离开你 而且 检查下来 医生说 你的血管有些堵塞 还说 你还有一些中风的迹象 中 中风 不是很严重的 医生说了 你不能再激动 还要做康复治疗 我 我家 家家里 光耀 你别急 我已经想办法找到邵华了 我已经告诉他了 我想 他会马上就会过来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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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动手 用力 用力 低 那 艺 并 是 将手 里 哥 别怪他 我是说敏军被赶出家门的事 是吗 敏军赶出家门 是 光药 光药,你不要激动 医生说了 你现在如果万一激动 血管再爆裂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 不能激动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 敏军为什么打电话 叫崇敏去你们家 不过 崇敏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敏军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怎么会这样 是 但是 我也不知道崇敏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过既然他闯了祸 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所以我跟他说 从此以后 我没有他这个儿子 不 他说 你不能这样 是我可以欠了他 你不是 也引白了他二十多年吗 他是受了刺激 他才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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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玮 我第一次见到崇明 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有为情人 他有我的优点 也有你的优点 他是我们的孩子 你不能放弃他 你不能放弃他 要好好教他 让他走正道 你不能放弃他 光药 光药 爷爷 你怎么会这样呢 爷爷 你怎么会这样呢 爸 你们来了 哈利 是你通知少华 告诉我们 光药住院 你就是光药 在外面的那个女人 你不尽力 我没有跟你说话 不是 我们真正的 你个人 可以说不干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黄玉玫 我叫黄玉玫 何丽姐 您请坐 不用了 既然你通知我们 光要住院 念在夫妻一场 我应该来看看她 好在 现在有你照顾 我也就放心了 希望你从今以后 好好照顾光阳 我愿意把这个丈夫 让给你 快来的 何丽姐 请你听我解释 妈 你别忘了爸爸 她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不要增加她的负担好吗 有什么话就 就坐下来慢慢说吧 还有什么能说的 公司 房子 都没有 王光阳 我看 这个黄玉 她长得很温水 你那个儿子 也很能干 公司开得这么大 把我们公司的资产都搞垮了 我跟少华和殷晴 我们会离开得远远的 我们已经搬进来了 别搬 别搬 搬哪儿去了 少华 少华 妈 这一切都要怪我 都是我的错 不过 不过你不要担心 我会好好照顾妈跟殷杰的 不 何丽 不然我回 回家 不用了 你能跑能走的时候 外面有女人 现在你中风了 想到我了 以后 就让这个黄玉玫 好好照顾我 我跟少华和殷晴 我们会离得远远的 请你不要再来打敲我们 我们也不会再来找你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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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一定要回来 我现在就去找奶奶 叫我还让你回来 奶奶奶 奶奶 少华 请你替我解释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来破坏我们家 我更不知道 你为什么叫黄忠明来害我 如果你坚决要跟我爸在一起 我您出所 爸 你好好想要 少华 少华 好好照顾你妈爸 照顾 少康 少林 少康了 我真的不想提他了 不过他现在过得很好 什么事都听他老婆的 至于少林 为了不想 影响他的血液 所以暂时瞒着他 爸 爸 您保重 爸 虽然 好 你也不想再说 我就不想去 有点助他们吗 你也走吧 光阳 我不走 如果你现在好好的 我不会来打搅你 可是你现在病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 放在这儿而不顾呢 既然是崇敏惹出来的祸 我要替他赎罪 我要照顾好 我要照顾好你的病以后为止 我的难道 请不跟悔悔 我怎么知道 我看到你的病以后 你也有些疯伤 快点 你转了 我怎么回事 我这话 你都在干嘛 我做的事 是 我对你 我是不是 我都懂得 我 不是 张董 少华 有什么事吗 张董 之前和您聊过 请问张董 愿不愿雇佣我 少华 我们以前有过生意上的往来 我也知道你父亲的为人 他是个有见识 有胆量的人 谢谢张董 那您的意思是 直摔着说吧 你们王家这个大公司大家庭都被搞垮了 我想你可能是个顽固子弟吧 张董 我不是 我王少华做事一向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 会把公司搞垮吗 这是因为 因为 我不管是什么 我要说的是 你原来在大公司做总经理 如今来到我这么一个小公司 你说 你说 你让我拿什么植物给你呢 张董 我是从基层做起的 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基层 这也太委屈你了吧 拿个比喻 只是个比喻啊 让你去当个工人 获着保安 你愿意吗 张董 张董 之前我在公司 不管是对厂务业务还是管理我都 好了 好了 你说的这些 我们公司都有人了 再说了 这些工作对你也太委屈了 这样吧 如果你在经济上有困难 你让操吧 我是可以借给你的 张董 张董 今天我来 是来请教你 愿不愿雇佣你 不是求你失事 谢谢你的欢迎 词曲露 很多眼睛慢慢敬开 是你的关怀 无言成梦之中 你必须要离开 王光耀 你好狠 我们几十年的父亲 你就这么忍心 帮我们逼偏闲 真想和你以为 即使必须我走 妈 又在想爸 我想他干什么 我只是在想我自己 到了这把年纪 还要吃这种苦 受这种罪 妈 妈 我来扫就好了 绍华 你不是去找工作了吗 没找到 没关系 妈 妈这儿还有点私房钱 我们还够过的 别急 慢慢找 不急 妈 你那些钱能维持多久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 我肚子一天天大了 绍华 绍华 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们搬到哪里去了 你跟妈他们 过得还好吗 真让人担心呢 到处找不到工作 四处碰壁 该怎么办呢 现在只剩下李董那边 虽然我真的很不愿意去 虽然我真的很不愿意去 但是到了这个地步 不去碰碰运气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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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明君啊 你才下班就要去拿代工 这么拼太辛苦了吧 嗯 再辛苦我也愿意 我要多挣点钱 来迎接这个小生命 你需要说也对 可是 好了 你不是也一起接代工 来补贴家用的吗 好吧 我陪你去 不然挺个大肚子 很危险的 嗯 走吧 崇明哥 林薇 林薇 崇明哥 你干吗不到我家直接找我 前两天我去过了 可是被你二审给砍出来了 快不得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对了 林薇 你有没有姐姐的消息 没有 二叔二审说 大姐打电话回来报告平安 但是并没有说她现在在哪里 你真的不知道 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说我骗你干吗呀 那敏君 会去哪儿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大姐平时和哪几个朋友交往的比较多 对了 林薇 你知不知道 平时跟你姐姐要好的那些朋友的住址 真是知道 不过那么多朋友 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呢 这样吧 你带我去找找好不好 那要找到什么时候去啊 你放心 我已经跟王绍康起过假了 你就帮我这个忙吧 好吗 那好吧 好 谢谢 走 上车 你不顾用就不顾用嘛 你不顾用就不顾用嘛 何必说那些话来 你来找杀我了 怎么办 一个月都快过去了 都还找不到工作 都还找不到工作 我怎么回去跟妈说呢 我真没有用 我王绍康 连养家活口的能力都没有 中文字幕——YK 咖啡 焦炸 芥末 烧炸 焦炸 煮 炸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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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两瓶 喝了差不多了 我看 我叫你去拿就拿 鲁佛 好好好 放一 deeply 往下 美味 走 哎 说明哥 你干嘛停车啊 你刚才不是一直喊肚子饿 正好前面有个大排档 咱们吃点东西 一会儿再去找你大姐 还要找啊 怎么 你一点都不担心啊 你大姐可失踪了快一个月了 我当然也担心啊 可是找我大姐也不用那么急吧 我们都已经找了一整天了 那好 我送你回去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了 好嘛 那我们吃完再说 好 姐夫 姐夫 你怎么在这里喝酒啊 什么呀 你喝醉了吧 咱别管我 敏君都走掉了 她不喝还能做什么 王朝明 你倒还认着我 我可是到处再找敏君 可真没想到你这个窝囊会 你在这儿喝酒啊 子朗 公司败了 家散了 你也垮了 胡说怎么 你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公司要打了 不要打了 你们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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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说话 你真是个窝囊废 我最讨厌的就是男人像你这样 碰到一点点事情就自暴自欺 知道吗 你这辈子再也没有能力 再也没有资格跟我争了 不管是深衣裳 还是敏君 怎么可以这样对她呢 姐夫 姐夫你没事吧 你走啊 你走啊 蜂蜂蜂蜜 我不要看到你 你走啊 姐夫 你 你吃 你有没有怎么样 不要管我 姐夫 你喝醉了 我送你回家 走 走 奶奶 喝水 怎么了 英杰 噎得了 是啊 有可能是因为今天上体育课的时候 灌了好多凉水 所以才噎着的 你看你 奶奶跟你说了多少次 运动完不可以马上喝凉水 你就是不听 噎着了吧 来 喝点水 下次不可以这样了啊 好 我知道了 来 再喝点 爸回来了 爸 少娃 你怎么喝成这样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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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娃 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啊 是这样的 我刚好经过 看到姐夫在大排档喝酒 还喝醉了 我就送他回来了 我没有喝醉啊 我还大车回来 是啊是啊 还是姐夫告诉司机这儿的地址的呢 少娃 你是怎么了 你是怎么了 心情不好是不是 心情不好可以跟妈说吗 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你看看你醉成这个样子 妈 没有人要雇佣我 全世界没有人要雇佣我 谁说的 你是最优秀的 谁不雇佣你啊 他们都说我是 我是 白家子 我有的本事啊 只会把家弄倒 我是白家子 我真的是这样 少娃 不是这样的 你听妈说 你是好孩子 你是最优秀的 我们王家 以前不是都你一个人扛着的吗 少娃 别这样啊 你在妈心目中 是最好的 最优秀的 我 那为什么 都没有人要雇佣我 为什么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 爸 爸 少娃 凌薇 快帮我把他扶到房里去 我去冲杯茶 让他醒醒酒 小心点 小心 爸 要是妈妈在就好了 他肯定会帮爸爸的 这样的话 爸爸也不会因为心情不好 而跑出去喝酒的 少娃 人家说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干嘛偏喜欢我大姐呢 你比我大姐年轻 比我大姐漂亮 你应该喜欢我才对嘛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啊 冷静 你不要离开我 不怕是女孩爱你 少娃 我也爱你 我也很喜欢你 我也很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少娃 凌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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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我房间啊 少娃 你刚才明明 我 我刚才怎么了 你刚才 你刚才说你爱我 你还拥抱我 你知不知道我等你这个拥抱 真的等了很久了 少娃 我 我 我可能喝醉了 我 我怎么可能 你真的是这么说的 少娃 凌薇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也没有爱过你 我现在看到你 没有让我相亲面前 你走 你给我出去 不可能 真的 谢谢你 少娃 我不想见到你 你给我出去 少娃 少娃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明天 我恨 我恨 我恨你 我恨你 不是为什么我能不能想你 我为什么能不能想你 为什么能不能爱你 我也是 我也是 好 好 唐姐 你小声点 爸妈已经睡了 要是吵醒他们 你恐怕又要挨骂了 气死我了 真的是气死我了 唐姐 什么事 瞧把你给气的 我今天陪黄仇明去找大姐 回来的路上 在夜排堂碰到姐夫 他喝得烂醉 还和黄仇明吵架 我好心送他回家 他竟然骂我 还把我赶了出来 真是狗咬吕洞兵 不使好人性 唐姐 你知道姐夫中哪干 知道要怎么样 不就是那个破公寓吗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拽什么拽啊 那你能不能带我去 不去不去 那种破地方 我再也不会去了 哼 喂 是大姐 大姐 阿坤 那么晚你还没睡啊 爸妈呢 我一会儿就睡 爸妈已经睡了 要不要我叫醒他们 不用了 让他们睡吧 我只是打电话回来报平安 明天你跟他们说就可以了 好的 我会的 大姐 你要注意身体 我会的 那再见 等等大姐 什么事啊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 我有办法知道 姐夫搬到哪儿去了 真的 我真无法相信 妈和少华会住在这儿 妈会习惯吗 少华和英杰 她们能试的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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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上学呢 奶奶 我有疼好疼 你怎么了 好难受 哎哟 怎么这么烫啊 奶奶带你去医院 啊 啊 啊 奶奶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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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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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 跟着前面那辆蓝色的出租车 王英杰他高烧已经并发肺炎了 而且我们担心他还会有其他病发症 这么小的小孩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你们大人也珍视的 这小孩感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都不知道 现在烧到四十一度了 必须住院观察几天 看有没有其他病发症 你去办入院所去吧 谢谢您医生 小孩子住院 要先交三万块钱的保证金 不是 我没带这么多钱呢 那我们先帮你转回去吧 您尽快把保证金交过来好吗 谢谢您护士小姐 您护士小姐 谢谢 我手上剩的钱不多了 房租要缴了 房租要缴了 家里还有一大堆开销 这个戒子这么小 我该到哪儿去筹钱呢 不用说 突然间 我好想你 多年后 原来你仍然是我心等 在夢裡你的面孔 依然甜美的笑容 無寐醒來不知所措 漫步在我們長去的街頭 想起過去種種你的溫柔 一個熟悉的聲音出現在我的眼眸 想問你是否還記得我 我只想再擁有你的溫柔 不想獨自在街頭品嘗寂寞 是否能再停留在你左右 我不願再次蹉跎 只為你等候 別說你眼中已經告訴我 回憶回憶秀 雖然離去我依然為你守候 我只想要你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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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要你身處 復動